现在就让我们重温一下吸水管施工程序的重点 水池的容量一定要依照水务处和建筑条例批准图的规定 防水短管的边缘需要留足够的吹明巴 清洗管要尽量地贴建水池底和必须有足够坡度 安装水泵的时候马达和泵轴必须要对中和要在同一根轴线上 水泵进出水的接口一定要安装避震伸缩配件 气压灌的内胆一定要有合格的出厂试压证明书 水泵的功能测试必须符合机电工程师的设计要求 交付使用之前必须确定整个供水系统运作正常 整个供水排水系统的完工图及操作维修手册 必须交给物业管理作为日后维修指引 在建筑工队里所有的工序其实都有很明确的指示和严格的规矩 可是无论规条有多完善 最重要的是每一个参与的单位和每一个人都要忠诚合作 质量才可以有所保证和进步 勤心合力上下一心提高房屋的质量 为人为己提供一个理想的家居 这是我们建筑业每一个人的分内室 有关的结局 当然没有压力 但是有写型的比例 我们要追讨的结局 那我们就可以重吊了 我们就可以重吮压 这是我们 foundations 我们这个键区画的 这个键区画的 我们可以说